根据加州惩戒与康复部CDCR周二的声明 位于加州苏珊维尔的监狱 即将在2022年6月30日前停用 在未来14个月内 所有囚犯将被转移到州内其他监狱 而囚犯消防员的培训将被转移至 斯托克顿外詹姆斯敦的塞拉保护中心 以继续支持地方、州和联邦机构应对火灾、洪水和其他灾害 苏珊维尔监狱于1963年在拉森县开建 目前关押了约2000名囚犯 雇用了1000多名员工 并包括一个囚犯消防员培训中心 事实上加州近年来宣布了多个监狱关闭计划 而迅速减少的监狱人口促使CDCR宣布在关闭苏珊维尔 立法分析员办公室发现 在2006年至2018年期间 该州囚犯总数从约17.3万人下降到12.8万人 下降了26% 在这13年间 监狱的监禁率也从每10万加州人中的474人 下降到321人 下降了32% 报道显示 10年前加州量刑法的修改和2014年47号提案的通过 使许多重罪级别的犯罪变成了轻罪 因此大幅减少了CDCR的囚犯数量 加上州府曾以中共病毒疫情为由 在2020年4月后 下令提前释放数以万计的低风险囚犯 都是导致监狱关闭的原因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場 predictions 未经许多剧场 周情节目 Start 食べ